画面中可以看到是在高雄三民区的 澄清路跟文乐街口的斑马线 15号接近中午时候被人拍下 有一名男子呢 趁着停等红灯的时候 是慢慢的归宿走在斑马线上 甚至是还有这一个跳舞的动作 感觉很像这个机器舞 而这名男子的这个行为呢 也被拍成影片po到网路上 大家在讨论 这就是行人的帝王条款 是否已经涉及违规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呢 从监视器上看到 这名男子其实也没有过完整个斑马线 他到这个中央分个岛之后 趁着只有几秒的时间 返回原本的路上 也是用奔跑的方式 而这时呢 明显看得出来已经是绿灯了 机车还要让他先通行 警方表示呢 像这样子在斑马线上 细细的行为 其实已经违反相关规定 最高可处500元的罚还 也提醒行人 经过斑马线要迅速的通过 不要在上面细细 以免造成大家的困扰 可以吃饭吗 不错 可以吃饭吗